音樂 OK 那看完身體上改變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來看一下數據上的變化 而這邊可以看到我的體重是小小的在男人之中 最不值錢的東西有兩樣 一 胖子的胸 二 瘦子的腹肌 但是身為一個體脂只有13.5% 也算是一個瘦子了我 卻連一個腹肌的線條都看不太到 那我應該已經破產了 而你們現在看到的這條線 不是什麼肌肉之間的凹痕啊 那是一個宅男因為長期久坐 皮膚和皮膚之間所產生的一個折痕 Yo 各位 我179 一般來說呢 當你的體脂在10%到15%之間 就有機會可以看得到腹肌的線條 因此呢 我就去了解了一下 為何你已經是瘦子了 可是卻還是看不到腹肌的蹤影呢 原來有兩個主要的原因 第一個呢 就是你的脂肪剛好都堆積在了肚子上 而第二個 就是你肚子的肌肉量太少 那照這樣子看來呢 我應該是屬於厚者 那這邊呢 再用幾項簡單的東西 讓大家能夠更好的理解 假設呢 你今天肚子上體脂肪的厚度 跟這條內褲一樣 然後你的腹肌是這根大香蕉 那在這樣子厚度的體脂肪下 你的大香蕉就會看起來非常非常的明顯 但是呢 假設在同樣厚度的體脂肪下 你的腹肌的肌肉量只有這根小肉條 那同樣的 縱使你的體脂肪在薄 這個你的腹肌依然是看不太到 所以呢 如果想要看到腹肌 我現在呢 就必須讓我肚子上的肌肉量 從肉條變成香蕉 這個時候 我知道你們是不是以為 我要開始來做這些腹肌的訓練動作 或者像是網路上常常看到的 10分鐘腹肌運動訓練等等之類的影片 但是呢 並沒有 這個時候又要提到一下 原子習慣這本書中所提到的一個概念 叫做最小努力原則 它的意思是說 當有數個方法 能夠達到同樣的結果 那我們就很自然的會去選擇 最節能的那一個方法 而簡單來說呢 就是 偷懶 從另一個方面來講 就是當我們的起點與目標之間 它的過程如果越複雜 越耗能的話 那我們與目標之間的阻力也就會越大 同樣的 那我們失敗的機會也就會相對的提高 所以啊 對我這個從來沒有認真做過腹肌訓練的一個宅男來講 一開始就要我做這五六種各種不同腹肌的訓練動作 我認為我大概在兩天之內就會想要放棄了 因此呢 投機了我就想說 那在這麼多的訓練動作裡面 總會有一個最有效率了吧 那我是不是能夠就做最有效率的那一個就好了呢 所以呢 我就去搜尋了一下 結果還真的有啊 並且還有人對他們做出了排名 這是由國外一位擁有1380萬訂閱 叫做Jeff Cavalier的健身教練所拍攝的影片 他將我們常看到的各種腹肌訓練動作 以對目標肌群強度的刺激 以及這個動作是否容易標準的達成 還有是否會常常用到其他肌肉做代償 來做一個綜合的評估 而在看完這支影片以後呢 我才發現 原來剛剛我所提到的那些腹肌的訓練動作 都是勒斯 意思是說啊 就是他們的效果其實並不如我們想像中的這麼的好 所以呢 要做我們當然就做最有效率的 做第一名的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 或許是我看得上 但我原本以為呢 第一名的動作應該會相對的比較困難 而且比較複雜一點 但原來你只需要兩隻手撐在地上 並且雙腳前後的來回 讓我們的肚子來進行收縮 就可以達到刺激肚子肌肉的效果 並且也可以讓雙腳往側邊移動 來刺激腹部不同的肌群 而且更讓我驚訝的是 在中文這麼多腹肌教學的影片裡面 這個動作幾乎沒有被提到過 但是呢 那人家可是擁有千萬訂閱的健身教練 而且呢 在影片的最後 他還下了一個這樣的結論 所以我決定信他一波 而且也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動作最最最最關鍵的一個地方 沒錯 那就是你必須得穿著襪子 這樣子才有辦法在光滑的地上不斷的摩擦 因此呢 我決定展開一個圍棋三周 然後只做伏地軀體 這個被稱作最好的腹肌訓練動作的計畫 好 但是呢 這個動作就如同大家所看到的 他其實沒有什麼太高深的學問還有技巧 甚至可以說呢 有些單調和無聊 所以呢 我就來用一首經典的歌曲 再加上打個鼓 幫助大家看完我這枯燥的執行過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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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看完身體上改變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來看一下數據上的變化 而這邊可以看到我的體重是小小的掉了0.5公斤 然後體脂又掉了一些 從13.5變成13.1減了0.4% 然後身體部分的骨骼肌比率 可以看到從本來的31.9多了0.3% 所以也可以算是說我身體肚子上的肌肉量應該是有增加的 OK,不知道影片看到這邊的各位 對於這樣子的結果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但我知道如果再多測兩個禮拜的話 這個效果應該是會更明顯 但是呢,我就是想趕快把這個讓我腦洞大開的動作分享給大家 我也知道以就練腹肌來說的話 我的起始體脂是比較低的 就不用像許多人一樣 還需要先經歷過一段辛苦的兼職期 但是我還是覺得 要練出腹肌真的是相當的不容易啊 而且呢,這也是幾十年來我的六塊肌啊 第一次出來跟我say hello 所以也算是解鎖一個人生小小的成就吧 OK,最後呢 我也會把這位Jeff教練對於腹肌動作的排名放在底下的說明欄 但是呢,我還是很想知道 這個動作為什麼幾乎很少被人提起呢? 那也歡迎各位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OK,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覺得對你有幫助,可以幫我按個讚 各位宅男,我們獨自升級 我們下次見,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一起來投稿吧!